哈喽,台湾的朋友,晚安 真的很多很多领悟 要去这个地方 就是好像每一天都让我懂多一点点 然后每懂多一点点 就轻松多一点点 之前有一天就懂得 原来这样子很辛苦 这样子放下就最轻松 放下比较简单 然后今天就刚刚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突然明白 为什么我常常现在会变得越来越开心 就是原来我已经习惯说感恩 最错的时候可能是感恩 不是很真诚的感恩 就是其实我在学 因为我知道要感恩才会开心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太懂 反正就说说而已 后来我知道 很简单 感恩的意思就是看好的东西 看好的东西你才会感恩 真正的感恩 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好的 可以看坏的 对吗 就选好的来看 然后就变得轻松简单 真的容易 现在觉得什么都容易 所以我真的很想分享出去 因为我香港 我真的希望我妈妈懂 我跟我妈妈说这些东西很多年 但是真是真实的 都是这几 应该说我来到台湾 才真正体验到 所以就随缘 妈妈 如果你要看见我 现在这个 不用担心 我很开心 然后你开不开心 我控制不了 然后你不要告诉我 你控制不了自己 每个人都可以控制自己 但是反正如果你懂 你明白就最好 如果你不明白 我尊重你的选择 对吗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但是anyway就是 这个喜悦的心情 是没有得偏的嘛 不是假的嘛 你看我的眼睛 好了放心了 然后就轻松了 都是这样子了 这样子就简单 轻松 但是我懂 就是那个情绪 就是走不出来的情绪 哎 我的基因 是在你来的哦 对吗 我当然懂你啊 就是你在想什么 你 我都知道 你看我一眼 我都知道在想什么 但是 哎 从前你怎么劝 婆婆的 你妈妈 你怎么劝 你妈妈不要不开心 就是一样啦 但是分别就是从前 你没有YouTube 现在我轻松 我用YouTube 哈哈哈哈 给你压力 哎 如果你现在已经很开心的 就留个眼了 告诉我对吗 好了 谢了 拜拜咯 拜拜咯 呵呵